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3年谈美国大学录取申请 我们律所的微信公众号叫 每本每高留学指南 这个一方面原因 从中国可能访问这样的微信公众号更方便一些 尤其是对于体制内的申请人 据我们了解还是有不少人翻墙访问我们的YouTube频道 然后了解到比如说关于美国移民申请 留学签证等等各方面的内容 另一方面因为很多申请人办理美国绿卡 美国身份也是为了从孩子发展这方面 考虑在美国上学发展事业这些方面 所以我们此前也帮助一些客户 取得了学校录取的成功 在这里我们也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美国大学申请的这些情况 我自己有两个孩子 我的大的孩子已经在大学读书 在MIT 他此前也申请了其他一些美国的top的大学 比如说耶鲁大学 YOPEN其他的这些学校取得了录取 那我的这个小女儿呢 现在在高中也正在准备大学的申请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也有一些亲身的经验以及教训吧 所以可以更好的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讨论一下 总体来说呢 我们知道中国现在一年呢 毕业有一千万以上的大学生 从这方面来说呢 一定程度上存在有 你可以说叫人才过剩吧 这么一个问题 或者说学历贬值的问题 那从另一方面呢 如果说能够到美国留学 那这个对于个人的career发展 事业的成功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我自己呢 算是高考制度的受益者吧 在几十年前那个时候呢 还没有大学扩招的时候 我是通过高考呢 被北大录取的 而且应该当时说分数比较高 可能任何系都可以录取 但是总体来说呢 回顾 我认为呢 如果说 当然那个时候没有条件了 但如果有条件呢 能够在美国读大学 可能总体来说 人生应该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吧 会更好一些 那么美国大学的录取呢 不是简单看一个考试 更多的会考虑到GPA 就在校的成绩 以及参加的课外活动 有什么其他的项目 比如说科研 别的社会活动 还有呢 个人的 比如说选课 你有什么多少这个AP课程 综合多方面来考虑的 所以呢 这个也给个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从这些方面 那 总体来说呢 如果说 你能够在美国读高中 那么 申请美国大学 应该有更多的机会 但是即使没有在美国读高中 符合前面的这些条件 比如说GPA AP课程啊 这个标划考试啊 课外活动啊 等等啊 也可以一样呢 取得美国大学的录取 这方面机会还是比较多的 我自己有的大学同学 孩子呢 本来上的美国的 比如Liberal Arts College 有的不是那么有名的 但是读了一年以后呢 也有转到了 比如说哥伦比亚大学 等等其他的名校啊 所以呢 从这方面 这个不是仅仅看 这个像高考一样的 一次定终身的这样的考试成绩 应该说呢 各方面有这个专长 都可以施展开来 那我们前面讲到呢 因为在中国有这个 每年毕业很多大学毕业生 这个一个激烈的内卷吧 就一个问题 那在美国呢 这方面应该会好一些 很多中国学生呢 有的读的热门专业 找工作会更容易一些 那这个在美国呢 要转校啊 转专业 也都有更多的机会 从这些方面 当然有的人担心呢 说哎呀 我到这个 美国如果说毕业以后 拿不到工作签证 怎么办呢 这个呢 我们此前在其他的一些视频里 也都讨论过 应该还是有各种其他的机会 可以安排啊 总体来说呢 你和其他的一些国家比起来 比如说英国呀 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呀 日本呀等等比起来 留学美国 然后留在美国呢 应该说机会更多 和其他的一些移民国家 比如说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等相比呢 那么在美国应该说 高薪工作的机会更多啊 我们不止一次提到 我们也有客户呢 已经取得了 比如说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的永居 或者国籍 后来呢 还是希望办理美国绿卡 觉得对个人 或者说对子女啊 可以有更多的发展的机会 从这些方面 那 如果说呢 我们认为 你自己呢 现在年龄还不太大 那么如果能够符合 办理绿卡申请的条件 比如说现在三四十岁 四五十岁 那你可以自己办EB1 或者NIW绿卡 如果说 我暂时还不符合这个条件 怎么办呢 那么你可以考虑呢 先到美国留学 然后呢 积累更多的条件 或者呢 也可以先送子女到美国留学 像这样呢 子女毕业以后 可以有若干的 办理美国绿卡 和工作签证的办法 具体的呢 可以参见 我们的其他的文章和视频 那你人已经在美国呢 这个关键还是一个 个人的能力嘛 对吧 绿卡是手段 不是目的 那你个人有这样 更好的专业的能力 那毕业以后呢 一般来说 应该有更好的职场的发展出路 那办理美国 这个 大学的录取 这个准备申请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一个优点呢 可以说 这个美国大学 主要看高中阶段的performance 高中以前的呢 他一般不看 所以呢 那你 从高中阶段开始准备 也都不晚 在这方面 那像前面提到的几个重点 一个呢 在校的成绩 那如果你已经在美国读高中呢 这个成绩更容易衡量 对吧 如果人在中国呢 那除了一些特别有名的超级中学 其他的呢 你这个 在校期间的成绩 可能美国大学 不那么容易 Size 那相对的 他可能会更注重 你的AP课程啊 科研经历啊 竞赛获奖啊 标划考试啊 等等这些 那一般来说呢 你有了这些方面的材料 然后呢 一个选校 以及准备 College Application Assets 以及这些Writing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从统计数字上来说呢 一直到现在 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 仍然是美国的国际留学生里面 人数最多的这么一个group 那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发布的数字 现在2022年还没有完全结束 2021年呢 这个中国留学生的数字呢 已经反弹到和疫情前2019年接近的这样的数量 每年呢都有10万左右的中国学生留学美国 来读这个各种不同的学位 那考虑到这个累计下来的这个数量呢 就更多了 所以总体来说呢 我们看到因为很多申请人 还是为孩子考虑 从这个教育发展角度来办这个绿卡签证 所以呢 包括我自己因为这个亲身的情况 也比较注重关心这个美国留学大学申请这方面的信息 如果有更多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希望讨论可以联系我们 好 谢谢